大家好,咱们先来讲一讲,欢迎 先说一下上回,咱们上回讲到了shale加人称,对吧 shale加人称那个表呢,还有它的用法 就是什么名词性物主代词,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那个大家要记住 当然是我在上回在这边写的大概 就是什么,我说shale等于shale加类 是吧,这东西你一下不能接受也没关系 我说跟你说一下这个,一个是就是 让你开头加适应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想跟你说一下shale这个字母呢 它本身就是这个叫定语从事的先行词 that,是吧,这咱们以后还会用的 那么咱们来说说欢迎 欢迎呢,根据你想欢迎的对象的性质不同 此处的性质指的是男单女单,男妇女妇 那你的欢迎词呢,也要稍作变化 具体来说,最简单的 那就是男单行词嘛 叫baruch haba baruch haba 就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短语里呢 这算一个短语吧 这个短语里呢,后面这个词大家应该认识 haba ba是什么意思呀 ba呢,那不就是来嘛 对吧,它是ainvab动词 对吧,来 那什么叫haba 咱们知道ha 后面加一个名词 就表示特指的那个名词 对吧 那这块ha后面加了一个动词 这是什么情况 其实呢,在这块ba 我觉得它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名词 就是什么叫ba 那叫来的人 就这个意思 那什么叫haba 那就是来的那个人 是吧 就是特指了来的人嘛 所以就是来的那个人 那baruch haba 那就是这个欢迎来的那个人 对吧 那如果我想说 如果来的那个人是个女生 那我应该怎么说 女生来 我应该用ba 对吧 要用ba的阴性形式 把 那来的那个女生 那就叫haba 如果是来的一群人呢 来的那一群人 就是haba 对吧 来的那群人 是女生 都是女生 那怎么说 habaot 对吧 这个非常简单 很好理解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 这个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 前半部分 先看南单 baruch baruch baruch呢 他执意啊 他还不是欢迎的意思 他叫做 这个受祝福的 受保佑的 blessed 那 连起来 执意什么叫baruch haba 那就是说 我们祝福那些来的人 不对 这块准确来说是 祝福那个来的人 对吧 这个 brahim haba 那就是祝福那些来的人 是吧 这是一个小问题 baruch haba 祝福那个来的人 那其实就是欢迎 那个人来 对吧 欢迎那个人来 一般来说 这个都是会 跟一个第二人称说话 比方说 你来我这 我欢迎你 你是一个男生 我跟你说 baruch haba 对吧 大概会这样 baruch haba 就这个 我觉得直译呢 翻译成英语 可以这么说 叫做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对吧 大家可以这么翻译 这个话呢 我觉得用圣经体来说 特别好 怎么说呢 那就叫做 叫什么 那人若来便有福了 是不是 baruch haba 那如果是一个女生来了 你欢迎她呢 那你就要把baruch 变一下 对吧 变成她的音形形式 叫bu ha haba 一群人来了 你欢迎他们 bu him haba 这东西应该用的是最多的是吧 因为你想要在公开场合 你跟一群人宣讲 你说欢迎你们来 欢迎大家来 那不就是bu him haba 对吧 如果来的那群人都是女生 那你就要欢迎他们 跟他们说 bu ha haba bu him haba 这个说法呢 大家可以去回去看看 我讲的 就是 Iritminha Hatala 的相同的那篇文章 的那个 第一句话 就是这个 叫bu him haba 因为当时是 欢迎你 来到 下策的学习嘛 对吧 所以当时用了一个bu him haba 这个咱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场景 比如说 你举办了一个party party在西伯来语里叫什么 叫me seba me seba 这个具体先不多说了 反正大家先知道me seba这个词 那就是party的意思就行了 如果我想说 我举办一个party 应该怎么说 就说举办party这个动词 或者说是一个词组 这应该叫什么 叫la a sorte me seba la a sorte 这个词 应该说过吧 就是 干 或者做 那个词 对吧 我说我先不多说了 我举办一个party是吧 咱们假如说你举办了一个party 然后呢 比如有一个你欢你这个邀请的一个男生 到 你应该跟他说什么 你跟他说 然后有两个女生一起来了 你跟他们说 对吧 然后整个所有人这个编客都到齐了 然后你这个party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跟大家在你家的别墅的游泳池旁边说 欢迎大家 那应该怎么说 那叫 bu kim ha ba yi 对吧 欢迎来到我的party 如果你想说的话 那就叫 bu kim ha ba yi la ma seba shili 是吧 欢迎 来到我的party 这块为什么要用line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吧 就是如果你在什么东西后面加了一个shale谁 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具体是哪个东西了 对吧 咱们比方说这块 masiba shili 我们知道这个masiba是我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masiba它被特制了 那也就是相当于咱们这块要用一个特制 所以要用line 就是说你欢迎谁到什么地方 或者说到什么场合呢 就要用bu kim ha ba yi lai 什么地方 或者说什么场合 这个呢 我觉得在某一个场合 我是听了特别多的 就是在上课的时候 这个一个学期一时嘛 你开始上一门课 老师第一门课 开场白上来 估计会跟你说 说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这门什么什么课 比方说欢迎来到咱们这门这个材财量力学二 比如说 是吧 那他就会用这个bu kim ha ba yi 课这个词呢 我上回给大家亮过我们的课程网页 是吧 课这个词特别简单 就是外来词嘛 英文叫course 所以西伯来语也叫course 就是这个词 那所以 我们知道这个course叫什么名字吧 比方说叫材财量力学二 然后那老师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就会跟你说什么 你会说 bu kim ha ba yi le course 材财量力学二 是吧 他就会这么说 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放一些就是我们学校录的公开课的一些开场白 这个大家估计大部分的东西听不懂 没关系 就是让大家 我就是想给大家证明一下 就我我这东西它是正常人说话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是吧 我就想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个事情 那所以那个大家听不懂部分自动忽略就行了 你就在其中去找 我们找到这个博人的发生 就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